有出來了 身穿白色T恤 戴上毛帽 一身輕便從北檢步出 他就是柔蛇男團Under Lover的成員胡瑞兒 入獄服刑一年半後 28號獲證假釋 第一個念頭就是回家陪孩子 一件事當然是回去陪家人 然後再陪孩子的時間 然後好好地度回家 坦言要好好補足親子關係 但話語中卻完全沒有提及 孩子的媽也就是前妻林采提 兩人在2020年3月已簽字離婚 2018年6月17號 當時胡瑞兒涉嫌在夜店性侵酒醉女子 之後依照趁機性交罪判刑兩年 再加上毒品罪 一共執行兩年又一個月刑期 於前年7月21號發監 而去年10月份他提报假釋遭到駁輝 今年1月耳毒提报 最後在22號獲准 28號假釋出獄 坐牢足足18個月 如今搶在年前假釋 也透露出想團聚圍爐的心願 過年打算怎麼團聚 就跟正常的大家一樣的團聚方法 大家實施圍爐 然後跟假釋 最後胡瑞兒搭上藍色休旅車 直付台北地間屬向關護人報道 決定假釋期間 是否需失憶電子腳樓處置 確定執行方式後就能返家過年 不過如果在這期間違反規定 就得回籠服完後續行責 辛苦你們今天早就這樣來 浪費了大家的時間 讓大家就可以過一個不安的好人 入見一年半曾表示對自己的行為 感到懊悔以記取教訓反省 如今重回自由 也得小心謹慎不再犯錯 才能安穩過好年 TVBS新聞桃園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